大英帝国作为一个海上霸权国家 失去了海洋霸权就是带子的羔羊 就在前段时间我刚刚辟谣了 英国皇家海军准备拆解威尔士亲王号航空母舰 将其作为伊沙白号航空母舰的备用零件 封存的这件事是假的 结果后面英国人又给我们整了一个大伙 伊沙白女王号确认其活 2月4日的时候 北约方面在波罗地海组织的一场大规模军事演习 派遣了超过2万名官兵前往俄罗斯边境进行军演 目的是威慑俄罗斯 结果演习过程中 英国皇家海军下属的伊沙白女王号航母 在起航之前出现严重机械故障 退出了这场北约在冷战之后最大规模的军演 取而代之的是用威尔士亲王号代替伊沙白女王号前往波罗地海 而威尔士亲王号航母之前 就因为发动机主轴锻炼事故导致帕窝几个月 原本前往中国南海进行战略威慑的计划破产了 结果这才几个月 威尔士亲王号刚修好 负责震慑俄罗斯的伊沙白女王号航母又出现了机械故障 不得不翻场大修 英国媒体表示 就目前英国皇家海军展现出来的实力 中国人用一根筷子都能给他们搞定 伊沙白女王级航母就设计上来看 已经是地球上除了美国的核动力航母之外最强的了 其设计布局可以说是英国皇家海军这几年航母设计的极大成者 伊沙白女王级采用的是华越弹射起飞结合设计 能极大提升在有限空间内放飞战斗机的效率 同时由于这款航母是专为F35战斗机设计的 所以航母上面还有专门的垂直起降点 紧急情况下可以在短时间内起飞两个F35冲队 开创性的双舰岛设计在这个前舰岛是航海舰岛 负责航海和编队通讯 后舰岛是航空舰岛负责舰舰机的指挥控制 也展现了英国海军队海干的独特理解 该航母可以携带36架F35战斗机 4架EH-101反潜直升机 以及4架EH-101预警直升机 同时该航母也装备了全天推进 甚至比中国的福建舰装备的海藻理论作战能力 超越了俄罗斯的库典涅佐夫 中国的山东辽宁的航母 仅次于美国的核动力航母 以及法国的戴高乐核动力航母 可以说在福建舰正式服役之前 单论设计 一沙白女王是全世界最强的常规动力航母 但是再好的设计 也需要有充分的军工制造业 作为基础才能发挥出自己应有的实力 就现在英国这种国内经济持续低迷 国库已经见底 国家工业持续萎缩的现状 他们早就没有支撑起一个优秀设计的实力了 2019年 一沙白女王号因为消防管道破裂 八个舱室被海水灌满 提前返航 2020年 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因渗水事故 大修 2021年 威尔士亲王号因主张锻炼中断了前往中国的任务 由一沙白女王代替 然而女王的表现也不怎么样了 同年一沙白女王到达南海 并且进行军事威慑 结果一架35B战斗机 在伊丽莎白女王号上面起飞的时候 掉进南海 吓得美国军方高层心脏病都快出来了 这一桩桩一届剑的都证明了 现在的英国海军早就不是当年的日不落舰队 只能说幸好阿根廷人选出来一个米莱 直接把马岛的主权送给英国了 否则就现在阿根廷要是想强行驳回马岛 恐怕英国人也就只能远程抗议了 我 优优独播口 唯优独播口